小巧造型大走极简峰 国内电动机车品牌再造话题 指信长入学森就会端出首款 雨量级绿排电动车 更轻也更迷腻 Google Viva相比前一代车型 可以看到它的车身前方变成一字头的设计 而更特别的还在后头 如果打开车箱之后 可以看到用的是一颗电池 不过相较之下车身变得更加宽广 可以塞下两顶安全帽 NFC感应区改在车身后方 启动机车更方便 前头加装配件放上手机 立刻无线充电 上百零件随你穿搭 让爱车变得更缤纷 时速50公里 续航85公里 总重80公斤 婆婆妈妈都能轻松驾驭 正面对决传统车场 一个手可以拿东西 另外一个是拿电池 都不担心 去换电池的时候 不会还来一次 鼓励我们的partner 鼓励我们整个市场 整个industry 一直把这个电动模特车做大 比比Cogoro Viva主打换电 扣掉工业局 地方政府补助 三万有找 光阳NiceE100EV 可充可换电 价格三万零八百 差距不大 而中华Emoving EM80扣除补助后 一万九千七百元 更有价格优势 胜出关键 恐怕在品牌竞争里 包含换电系统 包含品牌 全部都成熟之后 它回过头来做绿牌的 因为在台湾市场上 通勤短程的使用者 其实是最多的 那它现在切入绿牌 这一块 就是希望争取更多人的青睐 当使用者变多的时候 它就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去建构它的换电站 加入新品 产品组合更多元 这回面向国内 25%市占的轻行车 广大市场 看得出来 业者扩大能源网络版图的 企图心 新大地是黄亮剑 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